第七題 第七題說 利用這個放射源監測鋁片的厚度 標準厚度是2mm 應該是alpha,beta,還是加碼比較好呢? 我們應該選用的是beta放射源 因為beta放射源能夠穿透2mm的鋁片 而alpha根本穿不過 而加起來 2mm好 或是厚一點或是薄一點 全部穿過數值 不會有明顯下降 B部分 如果標準數值每秒鐘有60次 這個厚片如果少於2mm 如果少於2mm 能夠穿過的beta會多了 所以數值應該多過60次 同樣 如果鋁片厚於2mm 數值能穿過的beta就會少了 數值應該少於60次 就算是標準值 那為什麼數值也不是固定的數值呢? 都會有些波動呢? 這就是因為放射 本身是一個隨機的現象 所以有少許波動呢? 這個是很正常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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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